穿云剑和大火球 升满了之后就没用过 今天必须要整一把 因为发现了一张适合的阵型 这张阵型我们可以看到 摆得非常密集 那非常适合这两个装备 先用龙宝稍微断一下边 两侧盖下隐形法术 放下女王跟勇王 直接开技能 啊 舒服了 大本营以及大本营旁边 还有两个建筑 等一下我们用抄球去把它补掉 女王的另一个技能 带到天使木偶 可以提供女王的续航能力 闪针法术 打掉黑游塔这边的几个建筑 因为建筑工人小姑 被穿云剑打掉了 那这几个建筑是没办法修理的 上方用训练营接引一下 召唤出来的皮卡 可以帮女王扛下伤害 然后大本营这边 冰冻法术控制 后面补五个抄球 狂暴法术覆盖下去 爆本被摧毁伤害 砸掉两侧的联弩 计算的非常精确 接着大部队这边 用冰人去衔接一下 扛下伤害 左侧用两个抄球 断下边 放下蛮王 还触发了里面的聚分陷阱 接下去需要帮大部队开下墙 因为我没带跟慢骑士 随便用抄炸开下墙 把路线打通就可以 然后手中还有个润土 可以视情况而定 比如说中间的多头塔 没有单位去攻击他 那我们可以补在这边 蛮王开下大 冲进去扛下伤害 最后可以补手中的超级气球 去衔接场上的部队 可以看到用穿运剑跟大火球 这两个上线极高的装备 打出来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而且后续的操作 其实非常简单 但是这两个装备比较吃阵型 不是所有的阵型 都适合这两个装备去进攻的 然后右侧 再用超级气球去收下尾 手中的王林 也可以放下来 打掉一些普通的建筑 超级气球对比普通气球 除了前四秒的加速时间 它的被摧毁伤害是非常高的 但是它实际的本体攻击 是一样的 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最后再嘲讽一下隐形法术 完美三星 感谢观看